B Sociovian Presence 剛才提到幼稚園主打是一個美式教育 美式教育會引發到小孩的發展 說到在方法上 跟我們香港本地傳統教育方式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我不太贊成小朋友只是靠背 只是靠認知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學得愈開心 他們就會愈記得 同時會愈想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知道有很多小朋友 放了學,媽媽問他們 你今天學了什麼?沒有東西 你今天做了什麼?不記得 家長就會覺得你有沒有學習?回學 你在做什麼?不知道 回去只是玩 對,玩,不知道做了什麼 你學了什麼?不知道又沒有東西學 但當一個小朋友對一個活動很感興趣 玩得很開心,有一個很好的回憶 回到家就跟媽媽分享 媽媽,我今天玩了這個遊戲 對小朋友來說可能真的是一種遊戲 但其實在遊戲當中 小朋友正在學習 例如我給你一個例子 小朋友都在學習中文字 小朋友在學習中文字 小朋友在學習中文字 1、2、3 我們準備了一些卡紙 寫了中文字 但把那些數字貼在同事身上 可能我背部有一個1字 我的腳有一個5字 然後小朋友就有一個Clipboard 他就要去找這些數字 但不只是一幅牆 不是在半書裡找的 就要跟我們的同事接觸 要是用一些 請問你有沒有這個數字 然後同事說 有啊,讓他看 然後小朋友可以踢一踢 其實是這些互動的方法 來幫小朋友學習 他不單止學到一個數字 又不單止學到中文 但也學到一些品德上的學習 例如可能他會問 請問你有沒有 Please do you have it 其實又可以教他們 跟其他人溝通 所以我們學習的模式 是很interactive 其實要小朋友自己去主動做一些事情 變成都比較全能 不只是說真的 純粹去認一個字 變成可能 連同人自己交往一些問候 communication 上面 都會學到一些技巧 還有好玩 他們會覺得好玩 不只是在課室裏面 不只是坐在那裡 嗯 我知道 除了這裡會是一個活動式的教學之外 其實你在英語方面 都很著重去培訓他們 我知道其實作為我們 如果我們香港長大小朋友 其實在學習英語上面 其實是一個second language 其實你對於這方面 你會有什麼心得 教小朋友英文 其實我姐姐 在美國的教育局 已經是工作了超過30年 我們現在就很幸運 她就回來香港 幫我們一間學校 她在美國的時候 其實她自己的專長 她的expertise 就是教ESL 她聯同另外20位的專業老師 寫了一本的manual出來 就是教ESL的 每一位老師是來自不同的文化 我們有印度老師 他們也有俄羅斯的老師 澳洲人 她就是負責中國人這一部分 因為我們中國人都有很多文化的特色 我們也很注重品德教育 Family 慢慢回家吃飯 尊重長者 這些是我們自己文化的特色 我姐姐就是用這一點 我姐姐就是用這一點 來將教英文 和我們自己的文化混合在一起 讓美國不同地方的老師和校長 知道如果我們教一個中國人的時候 我們要注重些什麼 令到他們學習得好些 令到我們match他們自己的文化去教 所以我就很幸運 Elsa 我姐姐 她在美國就是負責這一點 她在美國不同的城市 就是訓練校長 訓練老師和家長 怎樣教ESL 即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她現在回到香港 所以她也明白到 其實對一般香港的小朋友來講 英文是她的second language 所以她也拿了她的manual 然後我回來香港教他們